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你们知道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吗? 对,我是南方人 最近在和一个北方朋友聊天的时候 发现了一组这样有趣的词 丢和掉 原来由于南北方的差异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用这两个词时 会有一些不同的含义 造成有趣的误会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在北方学过汉语的朋友都知道 掉有drop, for 的意思 比如说 我不小心把笔掉在地上了 有趣的是 掉在南方有lost 的意思 比如说 我手机掉了 意思是 我手机不见了 你们一定会有疑惑 lost 不是 丢吗? 但有意思的是 在南方 丢有 throw away 的意思 比如说 这些苹果都坏了 丢了吧 意思是 这些苹果已经不能吃了 扔了吧 我们正好来看看这两个人闹的笑话吧 我钥匙掉了 快捡起来呀 唉 我把手机丢了 你疯了吗 为什么丢了 在哪儿 在哪儿 去捡回来 像这样的词 你有没有听过呢 欢迎你来分享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哦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